幻名中这一名51岁的乌克兰男子 对着镜头比爱心 表达对台湾的感谢 原来他去年与妻子跟13岁的儿子 为了躲避战争开船到国外 却要前往菲律宾时船只发生故障 在移民署的协助下 一家人取得短期签证 前往台南安平港进行修复 这一家人也在昨天上午顺利离开台湾 这两个月来的接待 我相信一定是让他们永生难忘 那我相信台湾人的热情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这两个月的期间 台南市府以及这个民间业者 不少人都对这一家人伸出援手 像是这个船只的修缮 还有饭店提供免费住宿 让这一家人都非常感动 也感谢台湾人的友善 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加拿大 寻求难民庇护